接下来就您了 这会儿有一个气球 我带一个就是那个帽子 然后把气球顶破 几个气球 五个 多长时间 三十秒吧 三十秒 平均六秒钟 干掉一颗气球 对不对 掌声鼓励一下老将 从蹦床到气球中间的高度 大概有 大概在三米五左右吧 三米五左右 这上面有一个固定的一根钉子 但是有些只有这一根了 就在这个头盔的正中央 需要我们老将完全凭感觉 去找这个高度跟准度 用蹦床的这个作用力的方式 直接把气球顶破 老将准备好之后 举手示意我 我们就将到几时了 好 三 二 一 计时 开始 加油啊 哇 越来越近了 哦 漂亮 哦 漂亮 哇 在气球里面呢 我们是放了少许的这个水 所以呢 便于大家的这个辨认 只要气球一爆 就会有一些水花四剑 漂亮 漂亮 两个气球已经顺利地击爆啊 还有三颗 还有三颗 好大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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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差一点 就差一点点啊 天啊 天呦了 漂亮 天呦 漂亮 漂亮 太棒了 太棒了 来老大赶紧下来 非常精彩的挑战 别出心裁 但是呢 30秒钟 想要把五颗气球全部击爆 这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完全是盲顶 完全我不 挺感觉了 只能我下来还得注意 我的只有底下的点 我们蹦床上 它是有位移的扣分 就是我们在蹦床上 只能在那个十字点 它可能我们这有一个红线 我们在红线这块位移 可能扣你0.1 0.2 就出界了 对 在这边 你每一次踩到这边 它都会给扣0.3到0.5 原来是这样 我们掌声鼓励一下我们老江 太棒了 谢谢大家 真的太棒了 小江 还有动作吗 还有绝活吗 就是比赛的动作 只有空方那些 好 掌声送给我们的小江 加油啊 注意安全 一套高难度的 通中技巧 对不对 对 不过来的 不过来的 I will never be